香港演员黄一飞是周星驰电影中的黄金配角之一 获得过金像奖最艰难配角 他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一番话 精准点中了周星驰电影创作中的死血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两个人的关系讲起 黄一飞是周星驰的前辈 他从1978年入行 先后在家宝电视、亚洲电视跟无线电视台拍剧 而周星驰在1980年出道 比黄一飞少晚 在无线电视台 两个人经常在同一部戏里面演配角 比如奔向太阳 射雕英雄传 斗气遗嘱等等 从这个时候起 他们就有了交集 由于黄一飞比周星驰大十几岁 所以他喊周星驰为星宰 而周星驰喊他为飞歌 1988年 周星驰迎来了第一次当主角的机会 凭借着无厘头风格的武侠剧盖世豪侠 跟时装剧他来自江湖 红遍了湘江 在这两部剧里 黄一飞都饰演了角色 见证了一代喜剧天才的横空出世 1990年 是周星驰事业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 他以电视剧为主 而在此之后 全面转向电影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一年 周星驰主演了小成本制作的赌胜 竟然大卖了4100多万港币 力压许冠杰 周润发 张国荣等巨星 荣登年度票房榜第一位 还成为香港影史上第一部4000万家的作品 打破了票房记录 当制片方赚得盘满拨满 一夜之间 周星驰成了香港影坛最当红最叫做的明星 随后 他每年都推出了多部电影 每一部都火爆 周星驰大踏步登上了神坛 被媒体风为新野 而黄一飞 依然是那个踏实拍戏的实力演员 万年配角 从来没有拿到主演的机会 由于他跟周星驰食于威食 加上演技扎实 形象有喜感 所以成了周星驰最爱用的黄金配角之一 1992年 黄一飞第一次参演周星驰的电影《神死观》 饰演壮王宋世杰的仆人阿福 将一个忠心耿耿又鬼马精灵的蒲虫角色 全时的十分传神 让人印象深刻 1993到1998年 黄一飞连续在周星驰的八部影片里面担当角色 包括技工 九品芝麻官 大内密探00发等立作 他们俩的关系 进入了紧密无间的蜜月期 但随着周星驰地位的提升 以及越来越多的介入导演工作 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以前他是晚辈 喊黄一飞为飞鸽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咖啡改变之后 当年的新载已经成了新爷 当年的飞鸽 还能叫飞鸽吗 答案是不行 叫不出口了 那该怎么叫 叫黄一飞或者阿飞 似乎对长者不敬 在这样的微妙心态之下 周星驰所先不喊名字 改为那个谁谁谁了 我个姓仔都 没有人叫 没有人叫 好像他说他叫我 飞鸽还没叫 叫我飞鸽 叫我飞鸽也叫不出口了 叫我阿飞 突然间叫我阿飞 那怎么呢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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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少林足球》 将少林功夫和足球竞技进行了创意性的结合 讲述一帮少林弟子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功夫足球队 对抗魔鬼足球队的故事 周星驰演男一号 大力金刚腿阿星 黄一飞演铁头工大师兄 在这部影片里面 黄一飞是搞笑担当 也是演技的担当 不管是关于梦想和咸鱼的对话 两兄弟在酒吧唱歌 还是足球场上的争斗 黄一飞都演得游刃有余 十分精彩 黄一飞虽然是配角 但是个有想法的人 再加上其性格更直 所以为了演出效果 不怕跟周星驰发生正面的冲突 用他自己的话 在周星驰脾气发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敢顶撞他 偏偏有个不知死活的黄一飞 就敢这么做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 你觉得他狂租也好 骂我什么都 很重要你接受他不了 他说是好而已 很多人见到这个时候 不敢跟他顶 刚刚有过 不知死活的黄一飞 就跟他说 但会不会现场都很僵 很多人都很僵 黄一飞就不管是僵不僵 我觉得我有什么 老个人就一定会有 有些僵 酒吧唱歌的那场戏 本来周星驰让黄一飞 一本正经地唱 但他坚持说 我五音不全 没法正经唱 不如用搞怪的方式 效果会更好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谁也没有说服谁 黄一飞说 要不然用咱俩的法子 各唱一遍 让剧组的人围观 谁赢得的笑声多 就用谁的创意 实验的结果 使黄一飞的法子 赢得全剧的人爆笑 而周星驰的唱法 没有喜剧效果 周星驰没有一遇孤行 采纳了黄一飞的建议 最终呈现出电影版的画面 他要我唱正经 我说没可能 我又不是演员 你偶然叫我去找食 戏中是这样的 我以为很紧张 唱以为很好 但我唱也不准 对不对 拗了很久 我说跟你唱 他们笑的 要你那个 跟我唱 他们笑 就要我那个 我一跟我唱 他们笑 就失败了 跟他唱 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另一段 不愉快的插曲 同样是酒吧唱歌那场戏 因为大师兄是铁头工 所以周星驰安排了一段 酒吧负责人 用酒瓶砸黄一飞脑袋的情节 周星驰拍戏非常认真 近乎严苛 不管任何时候 总想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哪怕是酒瓶抱头 也不例外 酒吧经理接连用了八个道具瓶 将黄一飞砸得满头是血 甚至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周星驰竟然一点人情味都不讲 半句关心的问候都不说 就让他继续拍摄 黄一飞非常委屈 当场像个孩子一样说 我不要 八个玻璃瓶砸完 周星驰依然不满意 想要精益求精 就问卖道具的人 还有没有瓶子 幸好那个人同情黄一飞 宁愿少赚钱 偷偷尝起了四个瓶 谎称已经用光了 才没有继续砸下去 连拌八个瓶 再来再来不行不行 太碎了 你轻手就不好 拌八个瓶 真的流血 再问 谁啊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幸好那个人好 其实有 但是告诉我飞哥 还有四个 我也不赚太多了 我看见你公屋 还有四个 再拌下去 你有多少个 一定拌多少个 有肩膀 你带着 我在厕所看着照片 很有感触 后面有个人拌我来 瓶子拌的时候 拌在这儿 不要拌在这儿 最拌在这儿 最拌在这儿 有你 一拌我来 就在那儿 哎呀 轰 暈了 暈了不知道多久 醒了 醒了 可以 再来 闻啊 行吗 英伟 有没有事啊 闻声啊 没话 再来 我当场变小孩 不再呀 我闻啊 不再呀 这件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不在剧组的导演王晶 也都侧面予以了证实 还将周星驰封为片场暴君 周星驰 周星驰有一个人说他 在片场里面是一个暴君 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怎么暴君法呢 主宰了一切人 但是导演是要主宰 你也主宰的 为什么你又不是暴君 一条界线 我觉得救我就会停 救他都不停 你看看小林烛九王一飞 给那个瓶拌 是真的拌穿头的 真的拌到穿为止 是OK了 都继续拌了几下 这样的 九瓶暴君事件 让黄一飞十分烦心 他没有想到彼此之间 认识这么多年 搭档这么多次 在拍戏出意外的时候 对方竟然连一句暖心的话 都难得说 少林足球非常成功 在香港大麦6074万港币 成为年度华语片的冠军 全球票房更是高达5000万美金 周星驰名利双收 将金像奖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都收入囊中 而黄一飞同样凭借着喜剧感 十足的大师兄角色 获得了香港金像奖 跟金子金奖的双料最佳男配角 迎来了事业的最高光时刻 然而 电影的成功 非但没有让这对黄金搭档 更加紧密 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电影拍完之后 剧组接了许多广告 其中有一个啤酒广告 周星驰安排人给黄一飞打电话 让他去参与宣传 但只给2000块的报酬 按照当时香港的行情 连临时演员都不止这个假 这个侮辱性的数字 让黄一飞非常受伤 觉得尊严受到了极大损害 少林足球是黄一飞 周星驰合作的巅峰之作 也是两个人分手的开端 从此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合作过 铁头公大师兄成了绝唱 从并肩跑龙套的年代开始算 前后合作20多年 超过10多部影视作品 黄一飞是如何看待周星驰的呢 一方面 他觉得对方是个天才 在拍戏方面非常严格 但另一方面 他认为周星驰忘记了初心 尤其是当了导演之后 存在一个大问题 就是一直要求其他演员模仿他的风格 黄一飞回忆说 以前拍摄他来自江湖 万子良经常给新年周星驰示范 教他如何演戏 年少气盛的周星驰说了一句话 万子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演 那每个人就会成为万子了 以前周星驰这样批评别人 现在却忘记了这句话 还犯了同样的错误 老让别人模仿他的演法 他曾经时候 曾经的时候 在无线拍过时装戏 万子良 万子都就 现在 万子 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每个人都是你 但到他后面的时候 你这样做 每个人都像周星驰 每个人都是你 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是什么 你最初的时候说这句话 你后面都忘记了 黄一飞认为 在一部喜剧片里 一个无厘头的周星驰 一个搞笑的吴梦达 再加上一个面无表情的黄一飞 会形成强烈反差 各有各的笑点 所以很好看 如果非要把别人弄成周星驰 ABCD 就会变得单一 而别人又演不出周星驰的感觉 模仿得很辛苦 于是出来的效果 就没那么喜感了 黄一飞的这番话 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不妨想想周星驰 后期导演的长江七号 西游相摩篇 美人鱼等作品 确实如他所说 不管是文章 邓超还是黄博 都能看到在费力模仿新演 但又模仿成了四部相 让人笑不出来 所以不管黄一飞的话 是不是丽儿 都是很有道理的忠言 少年足球像一把无情的剑 斩断了黄一飞跟周星驰 二十多年的合作情缘 从此之后 他们很少见面 用黄一飞的话 缘近了 就不往来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黄一飞对周星驰 使用了一个很陌生的称谓 周深 他否认跟周星驰已经绝交 说我跟他没什么 又没有杀父之仇 从这句气哄哄的话 跟冷漠的称呼 不难看出他对周星驰的意见 在访谈的最后 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 周星驰是不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对于这个继承事实 黄一飞不愿意正面承认 往事不堪回首的意思 已经非常明显 他只说了三个字 无所谓 可见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 已经彻底相忘于江湖 离老死不相往来不远了 但愿有一天 他们能够相逢一项敏恩仇 再度携手合作 贡献更精彩的电影作品 好了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点赞和留言交流 分享明星幕后的精彩故事 感悟红人背后的百味人生 我们一起蓝眼看世界